每个城市都需要有它的日记 只有史家记录那些挥舞惊奇的王者是不够的 城市里那些属于个人的 渺小然而动人的瞬间 要有温婉思人的笔调记下 纽约时间正在寻找这样写日记的作者 纵然疫情阴影笼罩 我们还期待更多的幸运 期待更多的人加入到记忆这座城市的行动中来 你也写日记吗 欢迎投稿到我们的邮箱 下面进入今天的疫情日记 4月29日 因 纽约到了治愈治愈者的时候 作者邓宛如 今天是个超级大阴天 昨天情得不得了 据说很多住在曼哈顿的人 都出去看了蓝天下的飞行表演 美国安卫号医疗舰周四即将撤离纽约 海军和空军安排了一场空中芭蕾跟大家告别 派来了两支世界巅峰级的飞行仪仗来鼓舞帝国之洲 同时向纽约战役中的一线工作人员致敬 飞行表演中午12点开始持续大约35分钟 朋友们描述说 12架战机已精确编排近距离飞行 轰鸣声响彻纽约上空 比搞F1赛车时的摩纳哥都拉风 飞机高速俯冲下来的时候 跟地面上路人头顶距离之近 比看美国大片都刺激 可惜我住在长岛 严守居家令没出去逛 但是光看曼哈顿朋友们发上来的视频 就激动的不得了 我看到海军的蓝天使和空军的雷鸟 齐刷刷的飞过了中央公园 飞过了哈德逊河 飞过了乔治华盛顿大桥 飞过了帝国大厦 飞过了自由女神像 飞过了史丹顿岛 飞过了世贸中心遗址 所到之处一片欢腾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流泪了 其实我一直没有为纽约的疫情担心过 也没流过泪 我相信纽约的城市管理水平是可以的 事实上纽约也扛了过去 作为普通居民 我没有当过医生 没当过护士 报名当警察人家也不要 只能在家里待着 除了捐口罩 给孩子做饭 做不了什么 但纽约真没让我吃什么苦 我竟然突然流泪了 可能是因为看到他人的不幸 而物伤其类 可能是因为带着两个小孩 生活在瘟疫时期 精神上必然绷紧 可能是因为感激 感激有人在ICU里救助患者 默默跟死亡做贴身肉搏 才让我得以不问世事 在house里每天假装岁月静好 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 一步步的从漫长的无病例等待 到第一例感染者出现 到第一例死亡者出现 到纽约州30万人感染 2.3万人死亡的今天 回头一看 仿佛万物皆有定时 恶战和惨胜过后 惊魂否定 还未扎磨出痛苦 竟已经到了表达感谢这一步 纽约的公立图书馆后面的草坪 修剪成了一颗新的形状 曼哈顿的垃圾桶到处插满了造型热烈的鲜花 飞行战机带着轰鸣声画出弧线 掌声和欢呼都献给治愈纽约的人 大概只有《圣经》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才能完美解释纽约这两个月的魔幻历程 凡事皆有定期 天下万物皆有定时 生有时 死有时 栽种有时 拔出栽种也有时 杀戮有时 医治有时 拆毁有时 建造有时 哭有时 笑有时 哀痛有时 跳舞有时 投掷石头有时 堆聚石头有时 怀抱有时 不怀抱有时 寻找有时 失落有时 保守有时 舍弃有时 撕裂有时 逢补有时 静默有时 言语有时 喜爱有时 恨恶有时 征战有时 和好有时 我不懂宗教 但《圣经》作为一部文学作品 总能震撼我 一个49岁的纽约一线医生 自杀了上周日去世 他名叫罗纳布林 任职曼哈顿纽约长老会医院急诊科主任 没有精神病史 他的父亲回忆最后一次通话说 我女儿说 作为一个医生 不得不天天看着大量病人在眼前死去 太难受了 在布林医生自杀的前两天 纽约另一位在一线工作的急救员也自杀了 小伙子名叫约翰·蒙德罗 刚刚23岁 这位急救员2月初刚刚从消防局的紧急救护学院毕业 上周五在皇后区阿斯托里亚 宾岸大道的河堤上开枪自杀 一个从加州帕罗阿尔托横跨美国前来支援纽约的医生 阿加万·沙勒斯4月27日在他的推特里 记录了他在纽约医院病房里看到的生死离别 刚刚去世的病人留下个空床铺 显示病人生命迹象已离去的遗弃 还有那些因为传染病隔离的缘故 无法做临终告别的亲人们 最后在医生的协助下进行最后的视频 视频两端的亲人泪流满面的说再见 医生在旁边经常忍不住哭 沙勒斯医生说 我知道这是医生的工作 这是医生的责任 但我觉得每天这样照顾病人 每天面对死亡 面对病人高频度的去世 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 我们作为医生其实没办法照顾好自己 我们也不要求别人帮忙 不要求多休息 因为不想给别人增加负担 但是我想跟我的同事们说 如果你是一个处在新冠疫情热点地区的医生 请你请假一天吧 两天也行 别老想着你不想让别人感到失望 请记住 有像我这样前来支援你们的人存在 就是为了让你们得到休息 所以让我们来帮助你吧 这个天使般的加州医生 对纽约的同事们说 医生们 不要像机器一样埋头工作 却忽略了自己真实的感受 这场灾难很可怕 你的灵魂会受到黑暗的笼罩 而你应该得到比这更好的对待 你也有权利悲伤 不要告诉自己 别人的情况比你更糟糕 别人的情况糟糕 不等于你的情况就不糟 你要照顾好你自己 这位天使一般善良的加州医生 写给同行的话 又让我像看到蓝天使 雷鸟展翅一样 忍不住眼前模糊一片 眼看着疫情高峰逐渐回落 在空军和海军对一线人员公开致敬之后 今天上午 纽约市长白思豪在早间发布会上 也表达了对抗疫一线医护和急救人员的感激 以及回报 他说一线人员长期面临巨大压力 纽约市将对他们提供心理健康支持 从下周开始超过150万名医护人员和急救人员 将检测抗体 预计在一个月内全部检测完毕 市长白思豪的意思是 即将被治愈了的纽约 到了治愈治愈者的时候了 白思豪的夫人 希拉林·爱林·麦克雷 据说要实施一个治愈治愈者计划 跟美国国防部合作 请来军事创伤专家 对纽约的一线医护进行创伤评估 同时让医护接受战斗压力管理培训 以获得心理康复的救助 白思豪夫人是一个杰出黑人女性 毕业于威尔斯利 是一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也是白思豪最有力的支持者 白思豪昨天惹了点麻烦 昨天的纽约 不仅进行了一场盛大的英雄主义的飞行表演 还举行了一场颇为盛大的葬礼 一个犹太拉比的葬礼 葬礼的地点是纽约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 时间是昨晚4月28日晚7点到9点 被悼念的逝者为著名的犹太拉比查姆莫茨 4月28日 数千名东正犹太教人的悼念者 无视城市社交疏远规则 拥挤在布鲁克林的街头 悼念一位死于新冠病毒的拉比 纽约每日邮报报道说 悼念者们挤满了拉特利奇街和贝德福德大道的马路 包围了试图驱散人群的纽约警方的车辆 纽约市警察局的一位女发言人说 人群最多的时候约有2500人 从社交媒体上发的视频和照片看 参加葬礼的人群绵延了数个街区 确实有一部分出席者戴着蓝色口罩 但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 连骑马的用围巾把脸遮住都没有做 人群相当拥挤 一个叫夏皮罗的人 发布了一段葬礼拥堵整条街的视频 附上评论说 这样的场景将让纽约重启的进程再推迟几周 更糟糕的是 这样的葬礼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葬礼 如果人们拒绝听从警告 纽约警察局将不得不在各个角落扎营 白思豪为这个事抓狂 他在推特上说 发生了一件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 在这场大流行疫情期间 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葬礼集会 白思豪说 他一听到这个消息 就亲自去现场驱散人群 说只要还处在对抗新冠传染病的这个时期 这种行为就绝不能被容忍 这条推文 白思豪是于昨晚9点29分发布 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 原因是白思豪把威廉斯堡这个街区的名字点出来了 而威廉斯堡这个名字在治安方面 和少数族疫聚集这个问题上比较敏感 有人就这篇推文反问白思豪 你这几天就没有出去放过风吗 我看你也是到处走啊 今天中午的飞行表演 大街上那么多人看热闹 他们都戴口罩了吗 为什么单说威廉斯堡啊 白思豪在这条推文上受到的攻击还算是轻微的 6分钟之后的9点35分 白思豪又发布了一条推文 把本来还算轻微的反感 一下激化和放大了 白思豪说 我向犹太社区以及所有社区传达一个如此简单的信息 警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我已经指示纽约市警察局立即着手传唤 甚至逮捕那些成群结队聚集的人 这是为了阻止新冠传染病的传播 这是为了拯救生命 这条推文炸了锅 有人反驳说 保持社交距离当然是对的 但是你挑出一个社区来就很荒谬 因为每个社区都有不遵守社会规范的人 你又单独挑明了犹太社区 你推文里的口气好像是在跟整个犹太民族交谈 就好像所有犹太人都在公然违反预防措施一样 你这是对犹太人的冒犯 你这是在固化对犹太人的负面印象 你这是在煽动反犹太主义 一提到反犹 问题就上纲上线了 在美国社会反谁都行 就是反犹要小心 川普作为总统敢一次次的说中国病毒 但不敢这么公开侮辱犹太人 这里面的原因并不仅仅是 他闺女伊万卡已经皈依了 附加信仰的犹太教 犹太人在美国 不仅是有钱有势受过高等教育的化身 也是创伤的化身 还是通过自己的斗争获得白人主流人群认同的成功者的化身 总之在犹太人问题上招惹麻烦就很棘手 果真在白四豪这条警告犹太社区的推文下面 马上有人骂他是纳粹 骂他是希特勒 白四豪估计压力很大 在今天上午的记者会上 向犹太社区公开道歉 昨天我说话时带有情绪的 如果犹太社区感到被冒犯了 我表示抱歉 白四豪解释说 但是千人集会在疫情严重的今天是无法容忍的 对于指证错误的行为 我不后悔 白四豪马上还给了犹太人面子 而发布会上的纽约市警察局局长 也马上当着白四豪的面表示 类似事件将永远不会再发生 也给了白四豪一个面子 政客们总是能把道歉的场面都搞得这么美 既给了别人面子 自己又没丢面子 厉害 白四豪在藏理这个问题上栽跟头 其实也算死得其所 藏理这个事 真的是疫情时期西方社会的一个痛点 一个绕不过的情节 简直像一个bug 意大利前一阵处在传染和死亡的高峰期 但即便这样 一排排的棺木依然庄严尊贵 在中国人的眼里简直是华丽 这让很多刚刚跳出地狱缝坑的中国人不理解 你们都死成这样了 还不赶紧烧掉 还有心思把棺材搞成这样 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但是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坚持的地方 西方人对葬礼的不迁就就是其中之一 一个只能死一次的体面人 如果在去世之后都不能拥有一个体面的葬礼 那对活着的人来说羞愧内疚的简直是生不如死 而昨天在威廉斯堡去世的 不仅不是一般的体面人 还是一位犹太教的拉比 拉比是犹太人中的特别阶层 是学者 是老师 是可以去请教的人 一个伟大的治愈者 犹太人的拉比有广泛的社会功能 在犹太教中更担当重要的角色 比如主持宗教仪式 地位非常尊贵 连君王都要遵从他们的教诲 白思豪这次真是撞上枪口了 如今正是纽约人心理上郁闷郁节之时 连拉比这样的治愈者都感染新冠去世 悲伤的信徒和崇拜者们 享用一场葬礼送别精神导师 用郑重的告别将他们伟大的治愈者治愈 竟然遭到了市长点名批评和迎头痛击 只能说白思豪虽然很对 但是有点不解风情了 好了 本期疫情日记就分享到这 想要阅读更多疫情日记 欢迎订阅公众号纽约时间 我是主播小洛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